你看到今天就是习近平的二十大 就是一和元的当年的慈禧 今年的光绪 当年的光绪就是今年的胡锦涛和李克强 今天的李鸿章 那当时看当年的李鸿章 事实上发自内心的说你喜不喜欢 真的就是胡锦涛和曾庆红的角色 曾庆红是反对战争反对打台湾的 我这么说在个人上说 如果让曾庆红干 曾庆红一定不会这么干 也不会极端清理格林 也不会放病毒 也不会跟美国作战 也不会 在这种情况下把胡锦涛给架出去 你让汪洋 你让这样的人上去 汪洋和韩正特别是韩正 我这么烦韩正这个人 如果韩正上去 韩正一定不会这么干 这是他的修养文化常识决定的 他不会像慈禧一样搞个光绪地 不会像胡锦涛一样弄个胡锦涛架出去 也不会不允许别人说话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识 如果战友没有时间 去看看走向共和 所以我说 共产党完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